一 二 三 二 三 身穿套裝打著領帶的來賓 居然在台北市政府一樓 大跳健康操 就連台北市衛生局長黃仕傑 和各家健康中心主任也跟著跳 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原來是衛生局舉辦 台北市健康促進成果發表會 展現封鎖成果 所以你如果要活100歲 你一定要把身體照顧好 當然身心靈社會都很重要 把精神方面還有社會方面 就交一些好朋友 然後另外就是健康老化 健康活力 台北市衛生局為了推動 健康生活新型態 特別設計了台北體重管理app系統 呼籲民眾藉此記錄自己的體重 運動以及飲食 成為個人健康體態的 隨身日記 局長黃仕傑也利用了這個app 成功減重了好幾公斤 成效相當明顯 三個多月 譬如我們的健管處超三個多月 所以現在都知道說 即使是應酬 知道怎麼樣吃一半 或者吃少一點 每樣都吃一點 像我自己本身我也有使用 那我們就會覺得就是說 因為你登記了以後 你登記它的APP 不是它的體重 在APP當中 那你就會有曲線圖出來 那你就會有警覺的作用 下載的APP 又對我們大家都蠻有效的 整個我們也是在教導一些社區 年長者 那加上健康中心的合作 那大家怎麼去把這個APP 跟一些社區 所以宣導也透過志工來做宣導 另外活動現場也頒發 台北市機優健康職場 台北市健康體重管理機優團體 以及健康體重管理服務等獎項 衛生局希望民眾 都能夠藉由行動APP 一手掌握體重和健康 開播大台北書類新聞 曹東華採訪報導